冠军表现时刻由苏宁彩殿独家冠名播出 两派的防守现在站住 挑 这是右脚外脚背的一挑 这挑难度很大 力量变成有点叫拧挑的感觉 1-1 传出了矮眼 含在了手臂上 好的 伍亚科 这个球不派 这个球没有吹 是吧 这个球要是进了的话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对 身体机能也还好 对吧 然后有紧迫感 自律性又强了 是 比较典型 抢一个前点 但是角度太小 未能形成破门 比较典型的就像国安的调整 亚太也会觉得信心来了 连续成功啊 嗯 一个 再来一个 两个 哇天哪 叫竹蜜难足水无垢 打门 今天的后卫啊 是众志成城啊 张晓菲收到中路 安心解雷 要不然比爱拉 真有什么机会 幸亏啊 当时 朴晓成是微笑着跟马人的教育 对 如果那个时候他也瞪眼 哎 这是第二招 这就第二招 右脚的 后点 哎呦 哎呦 有了 四十五分钟 漂亮 哇 你看 陈金刚 非常开心 27号 这个球啊 奇怪的就在于范晓冬 习惯于左脚的范晓冬突然 右脚 来了一脚 然后 而且传到后点 传到后点 这个球呢 其实 按说呀 这个 张希哲靠度有点慢 长城亚太是战位方手 一点顶出来 多利亚诺 张希哲 张希哲再吊起来 头球 漂亮 哦 天 维持好 差一点乌龙啊 但伟持好第一脚传球 就带来了危险 对 穿中卫 穿中卫 再交五十多 这个传球的节奏不一样 哎呦 推 这球如此小的范围 现在还人球分过 是 直接起球 张希哲离这个球啊 远了一点 远了一点 哎 没能形成清晰的射门 这是非常经典的 以弱胜强 以弱胜强的点击战利 好 打门 乌亚科 对 后卫的站位非常好 让张希哲呀 没有射门的角度 嗯 改用左脚射门 又被乌亚科封住了近角 哦 漂亮的乌亚科 左脚射门有了一次 投球的机会 开挂 乌亚科这个铺就非常精彩 呃 奥古斯托 四十五度掉到禁区 球速也不是很快 左脚射门的投球 挺有意思 对于中国球员来讲 并不容易 嗯 哨子响了 哨子响了 哎呦 哎呦 这太要命了 这太要命了 王守廷吧 这这这 这什么意思呢 哎呀 这个左手伸出来干什么呀 那他查什么呢 红牌 是给给蒋哥第二黄 为什么给他给他黄牌 是不是对裁判说什么 那可一定是 哎呀 将球打进 这已经是 90加9 90加10了 王守廷在要皮球 是什么意思呢 哎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 骂人了 哎 马宁随之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赏音 冠军表现时刻 由苏宁彩殿 独家冠名播出 带唤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